何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主持人 说起何炯与赵丽宁的关系 观众朋友并不陌生 何炯温柔的雅的性格 在圈中拥有广泛的人脉 何炯无论面对谁都是谦和礼貌的举动 起初就让赵丽宁十分喜欢 无论是出于朋友间的调侃 还是真的情窦初拍 赵丽宁不顾镜头 向何炯数次表白 但很明显 何炯对待赵丽宁就像魅力一般 面对赵丽宁与冯少峰的离婚 何炯看见颜悦常在心里 作为哥哥 何炯不断用行动让赵丽宁开心 有何炯这样的哥哥也真是母亲 何炯也成为赵丽宁 能从成年人的脚背酷塑的印象 对赵丽宁来说 分开意味着儿子没有完整的成长环境 让儿子缺少关爱 这也成为赵丽宁一直揪心的事实 其次 赵丽宁跟何炯哭诉 我很想念家中的孩子 随后何炯安慰赵丽宁 相信孩子健康长大后有病 难以至爸爸和妈妈 可把赵丽宁感动内幕了 为了忙碌工作 遗憾分手 缺少对孩子的关爱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点赞 感谢观看